计算云平台这一领域的最新的进展 欢迎您 潘教授 非常感谢 请 首先就是乐力的祝贺 就是说这个达摩院的成立 本来啊 我有个梦想 我希望在上海我们中科大上海研究院呢 也搞一个达摩院 但是这个专利已经被马总 马老师给先抢了 因为我也很喜欢看这个武侠小说 那么刚才我在下面听这个就是 马云先生的演讲的时候啊 我当时回想起一个就是景象 我说如果回到18年之前 这么一个人在这个台上哗哗讲的时候 别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个疯子 得把它赶下去 但是呢 到现在18年之后回国才来看 只要有点理想 然后呢 疯狂一点 也是不要紧 那么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课题啊 是新量子革命与量子计算 其实20年之前 我当时读了就是说 姚启之先生的有些文章的时候啊 我觉得这些量子计算的这些idea 在我的有生之年啊 永远都不可能是成为现实的 但是20年过去了 我觉得呢 这个新量子革命呢 正在到来 正在发生 而且量子计算呢 它所发展的这个进程啊 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论历史上啊 有两次科学革命 在这个牛顿建立量子 不就是牛顿力学之前啊 我们其实用的就是我们的生物能 我们就驯养一下猴子啊 驯养一下马啊 驯养一下狗啊等等 来为我们服务 到了牛顿力学之后呢 很快的就产生了 催生了第一次产业变革 随着瓦特这个蒸汽机的发现啊 因为英国呢抓住了机会 所以它在18世纪末呢 就崛起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了 那么随后呢 也是在牛顿力学这个大的框架的基础之上呢 因为在麦克斯沃尔的这个技术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呢就是有了电动力学的建立 所以呢给我们呢带来了电力技术 催生了第二次产业变革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德国和美国呢先后抓住机会啊 在19世纪中和20世纪初呢 寄生成为呢世界的工业强国 那么其实我们随着上一次出量子力学 和相对论的建立啊 这是第二次科学革命 它直接呢催生了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变革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日本抓住的机会呢 也变成了工业强国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科学的革命到产业变革 总是紧密的相关的 那么其实呢 就是说所谓的 今天我们大家都在使用的信息技术啊 很大的程度上 都是由量子力学奠定了这个根本的基础 那么这里面可以看到 因为有就是说这个原子弹 这个研制的过程当中呢 催生了这个现代意义上的通用计算机的诞生 那么当时在西游核子中心 它有很多数据啊 需要传到全世界各地 所以呢就形成了今天的互联网的雏形 那么当时的物理学家 他当时提出了这样一种互联网雏形的概念呢 今年也得到了图灵奖 所以物理学家有时候也是可以去成为信息学家 那么为了对相对论进行检验啊 所以我们量子物理学家呢 构建了原子钟 那么在原子钟的基础之上呢 比如说我们地板上放一个原子钟 天上放一个原子钟 那么过一段时间 它的时间就不一样了 那么正是把相对论和原子钟结合在一起呢 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GPS的基础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正是因为通过对量子力学规律的被动光测 和加以应用 催生了我们第三个产业变革 而这里面呢 是以信息科技技术呢 是为代表的 但是随着我们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啊 目前其实我们遇到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其实是安全性的问题 我们希望比如说给我打电话 比如说我希望是马云先生给我打电话 而不是因为是讯非 模仿了马云先生给我打电话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有用加密算法呀 来进行呢 就是说保证呢 给我打电话的这个人 是马老师 那么另外我们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信息不想被别人知道 那么需要进行加密 来保证我的信息不会泄露 那么同时在数字签名的帮助之下呢 我可以发现我 马云老师给我讲的这个话 到底有没有别人呢 给改过 创改过 以至于呢 他讲的话不是他的本意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啊 都是需要有加密算法 所以呢 加密算法就构成了现代信息安全的一个根本的基础 它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它是个基石 那么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在我这里所显示的这样 所有依赖计算复杂度的经典加密算法 随着我们计算能力的提高啊 原则上呢 都是可以被破解的 比如说RSA 512位 99年被破解了 768位 09年被破解了 那么1020位呢 还没能宣布 但是呢 密码界已经建议啊 最好用2018位 那么其实2017年2月呢 谷歌又破解了 目前在广泛使用的 这个在文件数字证书当中的 下弯算法 所以从这种角度上讲 其实我们信息安全的瓶颈呢 是日益的 就凸显 那么我们平时在用的时候 感觉不到 但是如果遇到恶意攻击的话 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解决的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刚才大家都讲了大数据 但是问题有个大数据的时候 你就需要有非常强的计算能力 把你的数据里面的 有效的信息给提取出来 如果说你数据里面 信息提取不出来 那个数据就是垃圾 提取出来 它就是精子 但是目前我们全世界的计算能力呢 还是非常有限的 尽管我们说 每个人的手机上的计算能力啊 都跟当年的美国的登月计划里面 所用到计算能力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全世界计算能力加起来 大概用个数来表示 大概是2的80次方左右 那么为了进一步发展 我们呢 所以有个著名的摩尔定律 但摩尔定律呢 因为呢 我们这个晶体管的尺寸啊 逐渐的到达这个纳米量级之后呢 已经难以进一步发展了 如果到纳米量级之后呢 它原来的零和一啊 就不能被很好的界定了 所以在这种基础的情况下呢 就是量子效应呢 将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 所以晶体管的电路原理啊 将不再适用 所以我们基于原来的摩尔定律 把晶体管越做越小 集成度越做越高 这条路径呢 慢慢的就不行了 但是我们的需求呢 是在日益增长的 那么非常有意识的 量子力学本身催生了 第三次产业变革 但是目前呢 它又为了解决这些重大的瓶颈问题呢 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这就是说 我们是量子力学本身啊 它正在孕育着一次新的革命 那么具体的来说 我们所谓的量子啊 就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元 比如说像水分子啊 还有光里面有光子啊等等 它就有一个不可分隔的特性 那么它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呢 比如在我们每天生活的世界里面 一只猫 它只能处于死和活 这两个状态里面的某一个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状态呢 来加载零合一一个比特的信息 但到量子之间里面去 这只猫啊 如果你不去看它的话 它甚至是可以处于呢 死和活这种状态的相干叠加 这相对我们这个中国的太极图里面啊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不是说要么就对的 要么就错的 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那么当这种概念进一步拓展的时候 如果有两只猫的话 它就会产生所谓的量子纠缠的概念 那么量子纠缠的概念 如果这两只猫处于纠缠态的话呢 不管这两只猫相距多么遥远 哪怕一个在银河系的这一端 另外这个银河系的另外一端 我在扔这两个骰子的时候啊 它这两个结果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爱因斯坦呢 把这种东西呢 叫做呢 是遥远地点之间的诡异的互动 那么对这样一种问题 做检验之后啊 慢慢的我们就掌握了这种能力了 能够的一个量子拿出来 然后产生纠缠 进行操纵 那么正在催生呢 就是以量子星系技术为代表的 第二次量子革命 那么我这里可以做种类比 就从前呢 我们是对于量子规律的被动观测 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就好像我们从前知道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所以呢 你可以利用这些规律啊 去种粮食 去做事情 你也知道啊 就是老鼠的孩子呢 会打动 生啊 就是龙生龙 凤生凤 但是到了这个基因学的时候啊 我到基因的序列知道 你为什么个子比较矮 为什么他个子比较高 为什么他会得这种病 其实在分子学的层面 他是有他的微光基础的 那么到了我们量子时代也是这样 一旦我们对能够对量子的状态 进行主动操纵的时候呢 量子信息学呢 就诞生了 那他主要呢 有三方面的功能 跟传统的信息科学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第一项就是利用量子通信啊 我们可以提供一种原理上是无条件安全的加密手段 那么利用量子计算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种超快的计算能力 这是跟传统的计算有非常大的区别 那么照样的呢 我们也可以提供一种非常好的精密测量的这么一个手段 那么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利用这样一种所谓的量子并行性啊 我们说一个比特在经典世界只能处于零或者一 到量子世界可以处于零加一 但是如果这个数很大的时候 到了一百个时候 它就可以二的一百次方了 那么这个数字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当年国际象棋的发明者 他发明出来之后呢 当时的国王非常高兴 他说我要给你奖励 他说国王我的奖励很简单 你在我的第一颗棋盘上放一厘米 第二颗棋盘上放两厘米 第三个棋盘上 第三个格子上放四厘米 那么我总共有六十四个棋盘 你只要给我二的六十四方这么多米就行了 但是国王说非常简单 你到我的仓库里面搞挤麻袋 麦子就行了 但大臣计算了一下 二的六十四四方 是当时全世界可能所有产量的这个总和了 他说国王这个事情就不行了 所以一旦我们能够做到一百个比特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来做很多有用的事情了 比如说做大肆分解 利用旺益次的经典计算机 要分解个三百位的大数的话 大概需要十五万年 但是我有一台旺益次的量子计算机的话 一秒钟就完成了 那么另外我要求解一个 一亿亿个变量的方程组的话 利用目前最快太湖之光 需要一百年 但是利用量子计算机的话 零点零秒就可以解决了 那么大家就是说 我要把这数据里面 比如像当年大家发现在 911事件发生之后啊 发现那些恐怖分子 所有的说话的声音 所有的记录啊 都在中情局 他这个情报局啊 就是美国情报局里面 都是有记录的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要把这数据提取出来 大概需要一百年时间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但如果零点零秒就提取出来的话 我们这个事件呢 就会变得更加安全 所以它可以用于密码的破译 气象的预报 金融的分析 药物的设计等 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说某种意义上讲呢 目前呢 在除了我们中国之外啊 其实国际上呢 有一个非常严肃的 大家非常激烈的竞争 那么去年的MIT啊 他专门呢 就是发布了一个新闻 来评论了谷歌和IBM 开展量子计算研究方面的评数 那么今天我刚刚也了解到 英特尔呢 也宣布他们发布了 17个比特的 就是量子比特的芯片 那么这里可以说 当我们能够达到 50个量子比特的时候啊 就能实现所谓量子称霸 那么他可以超过世界上任何传统计算机 能够解决任何传统计算机呢 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么这个本来我认为 应该是15年之后到来的 那么今天我们稍后可能会有个计划 会跟阿里一起合作啊 我们那个中科业阿里巴巴 量子计算实验室呢 我们希望能够这个事情 能够尽快到来 我们非常希望也许到明年 我们就能够呢 实现这一个相关的目标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中国的学者呢 是做的比较早的 其实我们已经在以往的工作当中啊 那么在座的几位年轻的科学家也在这里 有陆朝阳啊 朱晓布等 他们中国的学者已经在实验室里面啊 实现了几乎所有目前所知道的量子算法的验证 所以在纪念图灵诞成100周年的时候啊 正好当时我们的工作啊 就大家就讲了 图灵发明了啊 就是设计了计算机的架构 那么量子计算的时代呢 正在到来 当时正好是我们2016年 2012年的工作 那么通过这个将近20年的努力啊 到了今年我们取得一些比较好的进展 那么到前阵时间呢 我们这个联合实验室呢 发布了就是首次能够超越 早期经典计算机的一个可编程的光量子计算 那么随后我们会在今年底呢 会实现就是一台上网的超导量子比特的这么一个量子处理器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会继续呢 就是晚情推进 那么我们到了明年如果能实现50个量子比特的相关操纵之后啊 其实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近期的 有实用意义的一些东西了 比如说第一个可能性 就可以把它用于呢 量子退火的这么一个机制的一种研究 那么它可以用于呢实现高效全局的最优搜索 那么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可以来指挥交通啊等等 那么也可以用于优化网络啊 优化治疗 理解图像和视频等等 还有这些相关的应用 那么今天呢 我们呢就是希望能跟大家就是发布了一个内容啊 我们希望能够发布一个量子计算的云平台 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啊 能够来培养行业的生态 来推动量子计算的产业化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有这么几方面的相关的内容 第一方面呢 我们希望能够有个量子计算的云平台的一个系统架构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这云平台的架构上啊 能够为前端对用户啊 其实去年IBM就发布了一个五个比特的 那我们今天发布的 稍后要做一个十个比特的 那么是一个量子算法开发测试的环境 然后呢对后端呢 能够连接经典计算的仿真和真实的超导计算 来由阿里云呢 是来协助我们进行了网站的搭计和运营 并且提供了云计算的资源支撑和经典计算的缓真的环境 那么到今年底呢 我们会实现一个大概二十多个比特的 这个经典算法的环境也提供了 当然今年底我们可以实现二十多个比特 那么年底呢我们这个十个比特的超导量子计算呢 会正式的这个上线 那么最后就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五到十年左右的努力啊 能够实现苏百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 那么这里我画了一个图 如果我们那个实现对一百个比特的相干操纵的时候 它对某些特殊问题的求解能力啊 它就可以比目前全世界计算能力的总和 大概能够达到一百万倍左右 所以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非常快的能够来解决一些高温超导 惯性约束核聚变和高效弹固化等机制的重大问题 那么当然作为一个接语 刚才都讲到目前的人工智能 传统的计算是不可能来解决 意识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会能会有智慧 其实量子力学里面呢 首次的就是说 跟我们所谓的就是说能的观测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里我愿意引用一下 2011年新科学家所的一个文章 他说也许量子力学是跟我们意识的产生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呢通过对这个量子计算机的研究啊 也许可以回答 刚才我们马总马老师马先生是吧 所讲到的 为什么就是我们传统的人工智能是没有智慧的 但是因为量子力学已经按照目前的观点已经覆盖了 我们所有物质世界的最基础的理论了 我们希望呢也许对这个问题呢 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解答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潘教授 可以说潘教授刚才给我们做了一篇这个激情澎湃的 对于这个量子信息技术的步道 虽然我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从此以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我知道您看您的这个技术让莫子号通信卫星可以上天 但是同时也可以非常非常的接地气 因为您曾经说过啊 其实阿里巴巴就是让我们这个量子信息技术成熟商用的一个最佳的合作伙伴 对不对 今天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合作的诞生 让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胡想明总裁 请出我们阿里云的首席量子科学家施瑶云先生 以及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朱晓波教授 来有请和我们的潘教授一起在舞台的中央 来有请有请 谢谢 请请请 好 四位来请 请一步至我们的台侧 此时此刻我想我们正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来 我们的四位 要一起带领全球探索中的人类打开 进入量子时代的大门 我们的启动程序已经就位 全场一起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启动 再次谢谢四位来 请一步到舞台的中央我们的摄影师 请准备好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来请我们合影留念 四位嘉宾谢谢 再次谢谢我们的潘建伟教授 谢谢朱晓波教授 谢谢胡晓明先生 谢谢施耀云先生 再次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嘉宾 来 施耀云先生我想请您留步一下 谢谢 谢谢潘教授 再次感谢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我要请您留步一下 我相信台下的嘉宾也非常期待 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从我们阿里云的角度 我们会怎么来实施我们的量子计算云平台这个项目 好吗 来 有请 阿里巴巴正在处于量子飞跃的时刻 在座的各位 还有远程参与这个会议朋友 你们今天也有一个量子飞跃的机会 就是访问阿里云的官方主页 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阿里云量子计算云平台 今天发布的是阿里云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量子计算的起点 我非常荣幸来组建阿里云量子实验室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量子计算 我们的目标是让量子计算落地 要让它产业化 对此我们有三个愿景 三个关键词 提升 负能 和安全 提升 是要提升现在的计算 特别是现在广泛使用非常重要的计算 包括机器学习 包括组合优化 从而带动无数的基于这些核心计算的应用的增速 让我们的客户觉得阿里云更快 更准确 更完美 负能 是说 我们要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打造开放的量子计算平台 我们要支撑 新兴的产业 支撑跟量子信息相关的产业的腾飞 我们要营造量子信息技术的生态系统 安全 是说 我们要扩充 要加强 阿里云已经有的量子加密通信技术 我们要使用量子维星 我们要推出基于量子密码的安全技术 让我们的客户使用阿里云的时候 数据和程序即使对阿里云也是保密的 对于这些愿景 我们相信 所以我们会看到 for those beautiful visions we believe and we will see thank yo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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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